快过年了,80元一斤的红颜草莓遭到了哄抢 大家知道吗?其实我们在家也可以种 Hello,大家好,我是佛山二花江 这两天去超市我就发现了80块钱一斤的红颜草莓被好多人哄抢 这个东西有那么好吗? 其实我们在家是完全没有必要去超市买这个红颜草莓 因为我是种了60天我就发现了红颜草莓是完完全全可以无土栽培的 我们在家没有大阳台或者是没有很多的阳光 其实我们也可以种上十盆八盆这样的草莓 您会发现草莓自由其实真的很简单 快过年了,红红火火是不是大家都喜欢了红颜草莓? 难怪那么受宽营 给大家看一下我这盆红颜草莓 这里是一个准备成熟的果 大概是三天左右应该会成熟了 另外这里呢,还有两个 你看,这两个也会在一个星期左右开始成熟 整个花盆里面有两颗的红颜草莓 目前来说应该有大概九个左右的果子 最大是这个红色的 那么我们来聊聊这个红颜草莓 我们种它需要多少成本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花盆 这个是一加仑的那个花盆 这种加仑盆呢,在多多少上卖买 大概是成本是九毛钱一个 而且是带那个底盘的 这底盘养草莓就不要有了 这底盘需要把它丢掉 因为草莓比较喜欢通风透气的花盆 另外呢,我们需要有那个土养 很多朋友养花呢 第一时间是会选到原土 其实草莓呢 完全可以用无土栽培的方法去种植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这个不是原土 这个是在网上买回来的那个研炭土 一大包的研炭土呢 大概是四十斤左右 大概是十六七块钱 也说一斤的研炭土呢 大概在那个五毛钱不到 然后如果我们种这样一盆草莓 大概是两斤左右 一块钱成本左右就搞定了 那这样算下来 我们就可以算出 从想要种一盆童年草莓 我们只需要花八毛钱买一个花盆 花一块钱买一堆那个研炭土 这里一共是一块八 然后我们需要再花四毛钱左右 买一颗红炎草莓苗子 我们去阿里巴巴上面买大概三十颗呢 也就十来块钱 所以算下来一颗几只要三毛钱到五毛钱 所以整个花盆算下来 我们仅花了2.5元 就能把这个红炎草莓种在宁家的阳台 那如果我们种十颗那就25块钱 25块钱我们就可以实现草莓自由了 这对比一斤的80块钱的超市卖的红炎草莓 我觉得25块钱可以是完全可以忽略掉的 接下来我要说一下草莓为什么不能耍着原土种植 这个是原土种植的 那为什么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 不是说原土种植的草莓不好 而是我们原土种植的我们需要对土养进行脱毒 杀菌杀虫老 这个工序的比较麻烦 我估计的99%的新手人不会干这个事情 包括我自己 因为要对土养进行杀菌太麻烦 那万一我们没有对土养进行杀菌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就会出现我这颗草莓这样子了 你看叶片上面是很多白色的粉末 另外呢 已经没有果子了 但是可以跟大家说的 这盆草莓是比这个无土栽培的草莓会更早的结果 因为这里面的那已经有对它有那个危机意识 所以这样的草莓 种在原土的草莓会比无土栽培的草莓会更早的挂果 但是后面就没有后面了 你看现在连叶片都不怎么长了 果子也基本上没有 就出了一个小的畸形果 所以我们在盆栽种植的时候就不要拿原土种植 一定要拿无土栽培的土养去种植 就是泥碳土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的六盆全部都是无土栽培用了泥碳土种植 这里的四盆也是如此 也是全部是泥碳土种植 你看每一个泡盆里面都挂满了果子 都挂满了果子 你看是不是 到头都挂满了果子 其实无土栽培用泥碳土种植场面有一个好处 就是里面没有杂质 没有细菌 没有虫毛 但是也有一个坏处 就是缺乏营养 土养里面没营养 所以您也一定要学会用这样的进盆法方式去给植物补充营养 这个在之前的视频已经聊过 我这盆红颜草莓长在这个夸盆里面到现在也还不到60天也就50天左右的时间 但是我就可以实现了草莓自由 所以如果您在家真的想种草莓的话 不妨试试 拿2.5元种上这样一盆 那么您的草莓自由真的很简单 不需要再去超市里面卖那个贵家的草莓了 好了 今天是年29 我祝愿大家像这个草莓一样 红红可可 喜欢种草莓了 花开满盆 果挂满盆 果硕果累累 好了 我是佛山二花匠 感谢大家 拜拜